大家好,今天要講的是Battery Charger for Energy Harvesting 近年來可西式電子產品被希望利用聶人來取代電池提供所需的能量 在途中可以看到一個聶人系統供應可西式裝置所需之能量 當可西式裝置被關閉時,聶人系統將不會繼續供應能量,也無法再汲取能量 因此容易大大的浪費可以汲取能量的機會 因此聶人系統通常需要利用一顆微小的電池在可西式裝置被關閉時 能夠將聶人系統所汲取到的能量先一步的儲存到電池上面 這樣不僅不會浪費所汲取的能量 更能在可西式裝置需要能量,但是聶人系統卻無法正常汲取能量時 利用暫存在電池的能量供給給可西式裝置使用 既然電池對於聶人系統有一定的重要性 探討如何對電池充電也是探討列能非常重要的議題之一 首先我們必須先了解目前常用來做充電器的幾個常用電路 第一個是線性充電器 由圖中可以看到線性充電器包含一個 PowerMOS一個控制電路和兩個回收控制用的電阻 此種類型的充電器擁有比較小的面積 架構也相對簡單 而且比起開關型充電器需要的外部元件較少 成本考量低上許多 可是線性充電器最大的缺點就是 功率損耗非常的大 根據公式 當V-IN和電池電壓V-Battery的電壓差越大時 功率損耗情形也會越嚴重 這些損耗容易轉換成熱能 讓電池升溫造成不必要的危險 另外此種型態的充電器只能用在降壓上 稍後會討論到這樣會有什麼樣的隱憂 另一種常見的充電器 則是開關型充電器 比起線性的充電器 開關轉換器至少擁有兩個以上的功率電晶體 還有一個外部的電感 還有更多複雜的控制電路 和相同的回收電阻 開關型的充電器最主要的優點就是 在大範圍的輸入和輸出電壓下 都能提供相當好的效率 而且可以選擇要升壓或者是降壓 另外的缺點則是 因為擁有較多的元件數量 其面積相對較大 控制也更加複雜 再來要探討的是 一個充電器為何需要同時升壓和降壓呢 原因就是因為列能系統中 會根據不同列能的方式 所汲取到的電壓也不盡相同 通常利用濾能所汲取的能量 大約落在1.8到5.2伏特 而一般鋰電時的電壓大約落在2.5到4.2伏特 因此開關型充電器較限進充電器更加符合我們所需要的條件 且擁有更低的功率損耗 再來是根據不同列能系統選擇出適當的開關型充電器 首先介紹的是降壓型開關充電器 通常被使用在當列能系統所產生的電壓大於電池電壓時 我們可以利用不同的PWM 控制訊號 就可以達到不同的輸出電壓 因為需要控制充電電流的緣故 通常需要抓取充電電流的資訊 這點會在稍後進行說明 接著介紹的是升壓型開關充電器 通常被使用在當列能系統所產生的電壓小於電池電壓時 兩個功率電晶體放置在電感的右側 同樣可以利用不同的PWM 控制 可以達到不同的輸出電壓 也同樣需要抓取電感電流的資訊 最後要介紹的是降壓升壓型開關充電器 可以被使用在當列能系統所產生的電壓小於 或者是大於電池電壓時 可以說是降壓型開關充電器 和升壓型開關充電器的結合 總共需要四個功率電機體 G1到G4 分別放置於電感的兩側 因為有四個功率電晶體的緣故 功率損耗較其他兩者還大 控制方式也更加複雜 再來要介紹的是一般電池充電的程序 當電池電壓小於2.5V的時候 因為電池的化學特性 不能用過大的電流充電 以避免發生危險 稱為Pre-Charge Mode 當電池電壓超過2.5V的時候 必須用較大的恒定充電電流 來讓電池能夠快速的充飽電 稱為定電流模式CC Mode 當電池電壓接近4.2V的時候 需要開始降低充電電流 並利用電壓回路的特性 讓電池不要發生過度充電的情形 直到電池充飽電 稱為定電壓模式CV Mode 接著充電器將會進入Off Mode 直到電池電壓下降到一個設定好的值 才會再次利用大電流進行充電 稱之為Recharge Mode 當CC充電時間越長 CV時間越短 電池就能越快充飽電 以提升電人系統的使用率 最後要介紹的是 電池充電器最重要的一個效應 稱為內部阻礦效應 又稱為BIR效應 在充電器 IC到電池的路徑中 會有許多如圖上 非理想的寄生電阻存在 像是Contact電阻 線路的電阻 還有PCB Layout的電阻 這些電阻 統稱為內部電阻 又稱為BIR 這些電阻會使得 電路偵測到錯誤的電池電壓值 進而導致充電時間被延長 使得獵人系統的使用性降低 圖中 VBATO是電池最生死的電壓 VBAT是電路偵測到的電壓 為了避免電路偵測到錯誤的電壓值 使得電路降低電池的充電速度 在電路中加入內部阻礦補償是非常重要的事 圖中的黑色實線 是沒有加入內部阻礦補償的波形圖 可以看出 因為沒有加入內部阻礦補償的關係 會有較高的電池電壓 VBATTERY 這會導致CCMODE提早被結束 進入到CVMODE 充電時間因此被延長了 而圖中紅色虛線的部分 是有加入內部阻礦補償的波形圖 可以看出 因為有加入內部阻礦補償的關係 電路偵測到的電池電壓 VBATTERY會比較低 相對於沒有加入內部阻礦補償的電路 CCMODE等效被延長了 也進而縮短了CVMODE的時間 所以整體的充電時間也被縮短了 如果能好好的設計內部阻礦補償 不僅能大量的縮短充電時間 也能防止電池過充或者是欠壓 避免電池發生不必要的危險 最後結論就是 要擁有好的列人系統 電池充電的設計也是很重要的一個環節 能夠適時的選擇每一種列人系統所適合的充電器 一定能夠為每一種列人的方法 帶來最大的效益 當考量到BIR效應時 內部阻礦補償也是不可或缺的 設計充電IC 過程滑緩相扣 每一個步驟都要相當用心 忽略任何一個步驟都可能造成電池的損害 甚至人們的損害 謝謝